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夫,每日一字这个重 伯仲的重,仲你的重 仁,仲 那左边的仁一般写短一点 然后中呢上下,拉长 然后呢,中就收尾有玄珍跟垂露 我这样,这个凯述是用垂露 就是收尾是圆的,整个比较均匀一点 那,看都可以,没有说不行 就看个人的喜好 那就凯述而言,这时候 因为在右边,用垂露会比较稳定一点 我们继续来看赵孟夫这种写法 他把仁字写得更小一点 甚至写写的 这样,然后一个点 再来中,有点咸酥的味道 再来记住,他有一个推上去动作 用玄珍 尖尖的这样 好,这笔画不多啦 所以变化没几种变化 这是各家各派写的 倾斜度啊,偏,胖一点,长一点 这样,那就不用再叙述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置 可以有几种小变化 来,首先呢,左边的人字旁 看一下写法 好,中置呢,可以这样子 这个勾,直接上去 好,然后这一束 带一点点弧度 会比较有变化一点 好,当然 中置,如果 不这样子 可以直接绕上去也可以 好,我这边 好,拉长一点 直接这样绕上去 也,也常看到啦 好,然后最后呢 我们说 这个人字旁 也是可以写一束 所以不要忘了 一束可以代表很多 人 单人 双人 三点水 盐 应该还有啦 像一时之间 那个,想不出来 好,大概这样 好,这样子 绕上去 我用最简单的 好,要知道 好,这是重的 好,最吵的写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